他不会杀雕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糟糕的宠物日 来自开心的米粒茉莉 这是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也是当当网的终身五星级童书 糟糕的宠物日 宠物日又快到了 一个多月了 米粒和茉莉 不停地打扮咪咪和桃桃 还叫他们听从口令 米粒说 坐 你快坐下来 茉莉说 你快站起来吧 咪咪和桃桃晒太阳 米粒和茉莉 就趴在那儿给他们梳理毛发 宠物日又快到了 一个多月了 米粒和茉莉 不停地打扮咪咪和桃桃 还叫他们听从口令 米粒说 坐 你快坐下来 茉莉说 站 你快站起来 咪咪和桃桃晒太阳 米粒和茉莉 就趴在那儿给他们梳理毛发 米粒和茉莉一边梳一边梳一边说 咪咪 桃桃 疏疏毛发更美丽 米粒和茉莉给咪咪和桃桃梳理胡子 他们不躲 也不跑 米粒和茉莉一喊 咪咪 桃桃 回来吃饭喽 咪咪和桃桃就会嗖地跑过来 但要是别的事啊 他们就离也不离了 妈妈 这可怎么办呢 米莉问妈妈 妈妈说 所有的同学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们要相信 比赛那天 咪咪和桃桃会是最好最棒的 好吗 莫莉的妈妈也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了 要练习要坚持 当然还要有耐心 宠物日到了 米莉和莫莉 把咪咪和桃桃放进了笼子里 喵 喵 喵 咪咪在笼子里生气地吼叫着 她想找个洞钻出去 桃桃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搭拉着耳朵 瞪大了眼 害怕地摇着尾巴 哦 好多宠物呢 学校的运动场 看上去就像个动物园 裁判员 吹响大喇叭 宠物比赛 就要开始了 我说请站到宠物的对面去 小猪鼠钻进了茂密的树丛 山羊跑向了玫瑰花园 小羊羔含住了谁的大脚趾 小猪向家里跑去 乌龟缩进了壳里 小老鼠呢 连影子都不见了 过了好长的时间 运动场上终于安静了 乌龟从壳里探出头来 可是还是不见小老鼠的身影 它跑哪儿去了呢 乌龟朝着主人波比 慢慢地爬过去 波比耐心地鼓励它 哎 你使劲儿爬 快 使劲儿爬 乌龟就要爬到波比的面前了 突然小老鼠从草丛当中 一个盒子里窜了出来 小老鼠飞快地向主人哈瑞跑去 它跑得太快了 嗖的一下就跑到了哈瑞的扣脚边 小老鼠可真厉害 赢了乌龟 晚上米粒和莫莉 抚摸着咪咪和桃桃 咪咪和桃桃 舒服地发出 呼噜呼噜的声音 虽然你们经常不听话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 拿你们换那只乌龟的 嗯 对啊 虽然你们没有赢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拿你们换那只老鼠的 放心吧 好吧 这就是米粒和莫莉当中学会做人系列里的故事 糟糕的宠物日 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嘛 你喜欢米粒和莫莉吗 他们热情善良忠诚诚实 充满了爱心 知道如何让自己更受别人欢迎吗 你喜欢米粒莫莉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